那在影片開始前呢 還沒訂閱的記得按訂閱 打開小鈴鐺 這樣才可以知道什麼時候 我上新片跟什麼時候直播喔 大家好我是花之丸 今天要教大家魔力寶貝永恆初心1.0版 怎麼樣去練功會比較順一點 這個是我在網路上抓的一張地圖 然後我自己再做一個小小的繪圖 讓大家大概懂法蘭城的地圖怎麼走 首先我們從最簡單的開始教起 我會建議大家一到三等的時候 到法蘭城的東門 就是我為大家在地圖畫的紅圈處那邊練功 那邊的怪物呢 通常在一到三等是非常好練的 多半是哥布林啊迷你蝙蝠 那打完練到三等之後呢 可以慢慢的走到藍圈處 藍圈處的怪物呢 可能會是盜賊迷你蝙蝠跟哥布林 但是那邊的怪物 有可能到三隻或四隻 如果大家狀態不好的話 記得先回補再走過去 那在藍圈處練到四等五等後呢 就可以潛往我們的紫色圈處了 紫色圈處呢 多半是我們的樹精跟黃蜂 這是大家最喜歡新手最愛練的地方 因為他相當的好練 怪物也不強 那在樹精區跟黃蜂區 可以練到我們的七等 七等後呢就可以潛往我們的哈洞 就是我為大家用咖啡色圈圈起來的地方 就是我們的哈巴魯東邊洞窟 那進去之後呢 我們的正確坐標在 670.223 我為大家坐標記 進去之後的怪物 會在四隻到三隻起跳不等 那最多可能會到七隻 所以我會建議如果你是單開的玩家 要組滿人進去 會比較安全 或是組三個人進去 裡面呢 因為怪多 所以相當好練功 可以讓你輕鬆練到十級 十級之後就是個重點了 你可以選擇在二樓 問一個MPC偷渡過去 然後去亞流特村祭典 或者是你可以直接放棄祭典 又或者是有高手可以幫你打過熊弟 讓你偷偷過去祭典 祭典完之後呢 我就會建議大家回到法蘭城了 目前是一到十等的練法 我先簡單的帶過給各位 當大家十等後呢 我就建議大家到靈堂練功 那靈堂的走法 我怕有新手不知道 所以我為大家示範一次 我們從法蘭城的東一出發 就是東門那邊的醫院 那出發之後呢 直接往城堡中間走 我開地圖給大家看 走到中間之後呢 會到我們的李寶 也就是我們李謝李亞寶 進來之後呢 往右邊走 右邊走之後這邊會有 NPC可以讓你打卡 那這邊你可以打卡 今天就可以加倍 看你個人要把他打卡練 那打完卡之後呢 我們進到他正對面的洞穴裡面 這邊走進來 走進來之後呢 就是一開始我們新手進來的地方 進來之後很簡單 我們只要順著我們這條路走 就可以到我們一開始的新手那個位置 進到這個回廊後呢 我們來到二樓 稍微繞一圈 進入我們地圖的二樓 這邊我們用加速為大家帶過吧 我們走到這邊後呢 就是靈堂了 那靈堂呢 這邊大家要特別注意喔 他會在 大概每個小時的45分到60分才會開啟 所以現在是沒有NPC在這裡的 如果你是45分 到我們60分來這邊的話 這邊會有一個NPC 你就可以進去 進去後呢就是靈堂了 那靈堂呢 我會比較推薦 大家可以在靈堂練到我們的15等 會是最好的 那就是1到15等目前的練功方式 大家帶靈堂練到15等後呢 就可以去我們的雅春了 雅春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哈洞偷渡過去的祭典 如果你是有祭典的玩家 我會建議大家傳到雅春 那傳到雅春之後呢 旁邊就是我們的啟洞 往左邊走就是我們的啟洞 啟洞的正確作標在541.40一帶 由於啟洞的路口會一直轉變 所以大概在那個區域 那大家可以走過去會相當的好找到 會是一個黃色的水晶 走到黃色水晶就可以進去啟洞了 啟洞的話非常好練是因為 怪物數量多 然後又不會到太強 而且練完之後的魔石 可以直接回到雅春去賣 賣完之後可以在雅春在醫院補狀態 然後再走出來啟洞 一直做一個反覆的動作 我會比較建議15等到25等 都可以在啟洞練 而且相當的好練 那可能會有人說 欸 我沒辦法偷渡到雅春怎麼辦 沒關係 一點點有個黑科技 可以到我們的秘密倉庫 跟我們的地牢練 15到25等都非常的好練 而且比啟洞練得更快 但唯一的缺點是 這兩個地方的練功方式 魔石只有12塊 一定會賠本練 但是練得比啟洞快超級多 那接下來我會用影片為大家示範 如何去這個黑科技地圖 很多人不知道怎麼去倉庫跟地牢 這個黑科技地圖 那我們為大家實測走一遍 首先從李寶出發 然後呢 直接到李寶左後方 尋找一個老阿嬤 我們跟這個阿嬤對話完 那我們回答式 回答完式之後呢 我們就進到李寶裡面 進入到李寶裡面後呢 我們直奔二樓 到二樓後呢 左轉走到底 就會到我們的圖書館 那圖書館就可以找到 剛剛阿嬤所說的那一位老公公了 找到這位老阿公呢 我們跟他對話 並且回答式 接下來阿公會跟你說暗號是 冒險之星 永步蝎子 我們聽到這個對話後呢 就可以登出到法蘭城了 登出之後 我們從這裡出發 也就是李寶的右邊出發 我們往這邊走 我們中途呢 會遇到 會經過我們的競技場 然後來到這個地方 這地方呢 會有一個倉庫 坐標是我們的192 177 是我們的坐標 到達這個坐標後呢 我們打上剛剛阿公跟我們講的暗號 冒險之星 永步蝎子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倉庫內部了 那你會遇到第一個守衛 他會跟你決鬥 那他沒有很強 你可以跟他打 你也可以不跟他打 直接按防禦 防禦的話呢 他會自己跑走 我會建議大家按防禦會比較好 再來他就會開溜了 開溜之後呢 我們繼續往裡面走 走進去之後呢 這邊有個木桶 有看到嗎 這個倒地的木桶 我們按他右鍵 就可以進入了 進入到秘密基地後呢 那個人又出現了 我們再跟他講話 他會再度跟你決鬥 一樣 我們直接防禦等他自己跑走 跑走後呢 先詢問這個 NPC 再來往裡面走 再來問這個白衣服的NPC 問完NPC之後呢 我們就進到旁邊的房間 再來跟這個老頭講話之後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黑科技地圖了 進入後呢 我們往右走 再往左走一步 就可以進來了 這邊呢 就是我為大家準備好的黑科技地圖 這邊相當的好練功 這邊的怪物呢 都是一體就可以把它給打飛 但是怪物數量多 建議大家組滿人再來 那由於我是小號 不敢再往裡面走的 一直往裡面走到底之後 就可以到二樓 二樓就是我們所謂的地牢 地牢可以讓你輕鬆的 練到25等 雖然這兩個地圖練得很快 但是有個缺點就是他的魔石 只有12塊 所以大家來這邊練的時候 要斟酌一下 看你要為了經驗充等 還是你要先去賺錢去啟動賺錢 那我會建議大家直接 來這裡練 直接速刷到25等 是相當快的 那在二樓練到25等後的 後面有個NPC叫囚犯丁 跟囚犯丁對話呢 可以拿到神木進去通行證 拿到之後呢 就比較好後續的練功 我會建議大家來這邊練 練完之後拿到通行證 那我們之後再用影片跟大家做解釋 大家在地牢練到25等 並且找囚犯丁拿到進木通行證之後呢 就可以去我們的圍村那邊練功 怎麼練很簡單 首先在法蘭城南門出發 到我們的圍洞 圍洞之後往下走呢 就是我們的圍諾亞村了 圍諾亞村到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去我們 右下方的海洞 海洞大家走完 三層之後會出去這個海洞 其實出去這個海洞之後 我們再繼續往上走 這邊都不會遇到怪物 這一段都不是不會遇到怪物的 我圈起來這一段 那往這邊走後 大家會看到一座橋 橋上面會有一個士兵 你把你的士兵的 神木精力通行證給那個士兵之後 就可以進入到我們的神木外圍了 那神木外圍就是我現在 黃色圈起來這塊就是我們的神木外圍 神木外圍呢 可以讓你輕鬆的練到我們的 大概30等 30等後就可以往上走 進入到我們的神木進去 神木進去在我現在圈的這個紅圈處 在黃色區塊正上方而已 裡面的怪物會讓你遇到10隻 就是蠻怪物的 那會有血熊跟樹精 我覺得不會太難打 足滿人再進去會是最好的 裡面建議是足滿5個人會是最好練的 那在神木之心呢 可以練到大概36人都不是問題 這是我目前1到36等最推薦的練法 最後36等呢 就可以到我們的雪山練了 那雪山之後 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在做影片教大家雪山怎麼走 最後呢 我為大家整理出一個懶人包給大家 這是所有的 異方的練法 那幾等該去哪裡練 我這邊給大家一個懶人包 大概放個20秒給你們看 那謝謝大家今天的觀看囉 謝謝大家 我每次的一群 非常小心 謝謝大家